主料,牛肉150克,北豆腐一盒,韩国泡菜300克,香菇3个,胶子粉500克,主料,葱姜,姜油2大勺,香油2大勺,料酒1大勺,盐,鸡精,胡椒粉,温水250克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用餐人数1-2人,牛肉切小块, 然后剁成牛肉馅,加入了料酒酱油香油浆潮,一个方向搅拌均匀,一盒豆腐放入纱布中包紧,碾碎,挤出多余水分,放入肉馅中搅拌均匀,辣白菜,葱切碎,放入肉馅中搅拌均匀,放入香菇丁搅拌均匀,放入之前放入盐,几斤黑胡椒粉调味,太早放入盐会出水,面和水合成 胶硬光滑的面团,行20分钟后,分割改成饺子皮,饺子包好,就可以下锅煮了,煮好以后,放入准备的牛肉汤中,配上香菇牛肉相爱,这样非常美味的泡菜饺子就做好了,烹饪技巧 一,饺子馅的配料,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做调整,不必居民于这里我给的量 二,包饺子的面,要合在稍微一些,也需要松弃20分钟 三,输一下牛肉汤的做法,我这里做的是比较简单的清炖 牛肉炒好以后,放入一锅已经烧热的水中,放入两片姜,适量料酒,酱油,炖肉料包一袋,炖至牛肉软烂即可 可以用高压锅,砂锅,汤锅都行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